手游酷玩 设定全部给删掉了 也添加了很多新的元素 那么两部游戏如果你想问我玩哪部的话 我要说的话就是我全都要啊 两部咱们同时玩可以获得双倍的快乐 那一代汤古猫看起来更为卡通更为可爱啊 那么二代汤古猫在长大以后呢 这个表情就不是太可爱了 整体的感觉一代更为卡通一些 也更适合儿童游玩 那么汤古猫的话属于是一款饲养类的宠物小游戏啊 咱们需要去饲养这个小汤古猫 同时当他睡醒以后 我们需要去上厕所 然后洗澡 然后再吃东西啊 这个吃的东西可以在超市购买 那这个一代的食物 整体的绘制还是比较偏卡通的 但虽然是静态啊 没有二代这个动态效果 但整体的这个绘制的颜色之类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他吃得非常高兴啊 当他吃饱之后 他会做出一个表情 或者说吃饱以后再给他喂一些食物 他就会做出一个不想吃的感觉 你看非常好玩 那么也非常适合这个小朋友们来玩这个游戏 好 咱们来用这个东西来喂喂他 那这个雪人可以疯狂点击 也是现在冬季特别版的一个限定内容 好的 那么这个的话需要联网来转圈啊 如果你没有网络的话 那是不可能去转出个圈了 来一个原地 他不热身 这也是我个人玩我的会说话系列里边的一个惯用动作啊 咱们用两只手疯狂点击这个人物的双脚 他就会原地踏步走 这的话可以玩一个这个高速公路的游戏啊 那么这个地方让我想起来 这个汤姆猫跟安吉拉之前出过一对动画呀 这个动画就是汤姆猫载着安吉拉他们两个开车去游玩 去海边游玩这么一个故事啊 那这个地方有点类似于这个动画里面的场景 但这一关只是开车啊 那我的会说话系列 包括汤姆猫 这个汉克狗以及安吉拉 他们除了这个饲养宠物这么简单的内容 还有一些属于是额外内容啊 就是里边会夹杂很多的小游戏 附在里面的一些小游戏啊 像这个就是 这个完全可以当做独立游戏来制作了 如果是稍加精度修饰的游戏 那么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开车类的跑酷游戏 都是可以的 那官方没有这么做 也是为了整合我的会说话系列里面 游戏的小内容的丰富性啊 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个人给这款游戏的是四星评价呀 那后续如果能挖掘出来的话 看来这个游戏可以给五星 那么这些小游戏玩起来也是比较给力啊 包括各种各样的打砖块也好 连连看消除 还有这种跑酷游戏都有啊 这真是一个大杂烩 那么虽然都是小游戏 那么肯定会虚弱一下它游戏的内容啊 并不像独立游戏那么丰富 那整体看也是非常不错啊 它这个利用的是一种环球状的地图渲染 也是一个掏机取巧的办法 让我们看不到视野外的这个地图 从而做出了一个无限视野的这么一个地图 那随着冬地晚来临 我们也开车进入到了冬季的雪地天 那这个游戏的话 咱们玩了一圈以后 可以让汤姆猫继续回去睡觉 直到第二次游玩 那么当你在关闭游戏 或者是想去玩别的游戏的时候 咱们必须让汤姆猫去睡觉啊 如果没有睡觉 那么当你下次游玩 它就是清醒的 如果没有睡觉 它是不会去玩这些娱乐设施的 好的 咱们的小汤姆升到了九级 那么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再见